这游戏究竟现在怎么了 看到这样的武器搭配 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成分了吧 这边没有看任何信息 先往右边躲颗雷 然后在无视野再往左边躲 继续躲一颗雷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上把的对局 我为要么观赞这位名玩家 因为我被他200米没空锁下来的 这边又是一整秒 咱们来看一下对面的编号吧 这个部分前面打的一直很顺 只到后面四把游戏 八把都是四位数开头 怎么点举报都不会疯 我希望你们可以多点点赞 让官方可以看到这条视频 最近这么多主播都被相机爆出科技 我想官方应该好好管管了 好了 不说了 说多都是没用的 咱们来回到游戏吧 这边咱们爆炸弓消耗一发 咱们先来看一下能不能磨到血量 对面想利用窗口磨血 咱们再来发爆炸弓 前一发爆炸弓是满工 这发应该很长了 这边对面卡投资物了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搞一把台名 对面一直往右跑 咱们也没有办法 咱们先躲不雷 这边对面想往后跑 咱们也掐个雷 这游戏的窗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耗呀 这边看到那里有个白色头皮 咱们立马切换想法 直接过去猛攻 我们是已经明确敌方的位置的 咱们下车直接套两层屏封住敌方的走位 这边看到对面还在掐雷 咱们继续跑 先把这颗雷躲掉 打完两发爆炸弓就差不多了 咱们直接跑 仔细听 咱们刚走雷就来了吧 这边咱们就要消耗到三发爆炸弓 所以直接一日要 这边咱们摸到敌方楼下 对面下来了 咱们反其道恶行 这个脚步 你觉得我真不知道你这里雷吗 咱们消耗一发爆炸弓 立马往下房间躲 雷炸了 咱们继续压制 这个脚步对面在卡楼梯呢 咱们不着急 慢慢试探 对面又继续跑了 咱们继续压缩敌方的位置 哼 还看卡视野 走来的时间是7秒 咱们不害怕 咱们做好时机 打我停枪 咱们玩爆炸弓嘛 一定不要弹枪 这边看到对方在喝饮料 咱们拔个甲雷 立马踏出爆炸弓上去给一发 看到对面想要下来的架势 咱们驾住对面 这边很明显 看到有平板进去了 咱们喇叭造工 这边很明显 看到有平板进去了 咱们喇叭造工 这边是3秒的时间的时间 但是不过会被人继续 这边是3秒的时间 咱们喇叭造工 这边是3秒的时间 咱们喇叭造工 这边是3秒的时间 咱们喇叭造工 好